欢迎收看本期流民实验室 那在这段时间我们频繁的做了一系列车灯的测评 同时也收到了不少朋友的评论或者私信 说其中一些亮度比较低 不能满足日常使用的需要 哎那今天更亮的车灯这不就来了吗 OK那本期测评的主角就是麦吉炫家的RN3000自行车前灯 之前我们就做过一期他们家另外一个系列的DA1000的详细测评 麦吉炫的整体设计特别是透进出光部分的设计 确实非常惊艳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另一个系列的旗舰级产品RN3000 到手还是熟悉的感觉黑橙色的包装 打开包装里面除了车灯本体以外 还有下部的加明底座 几根不同长度的绑带以及充电线和另外一个通用底座 那本次RN3000的外观还是一贯的家族风格 整体形状比较扁平 其中在前部有着麦吉炫家的商标 下部则是本次唯一的操作按钮 那这个按钮面积相对比较大 而且有一定的突出 可以很方便的在戴着手套的情况下操作 前内置了按键指示灯 由于刚刚说到RN3000是有着突起的按键的 所以本身也配备了锁定功能 通过长按五表来进行锁定或者解锁 那锁定时这个指示灯会进行红色闪烁 解锁后就会看到其变成绿灯敞亮 用来提示此时已经可以操作车灯了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单击这个按键查看目前的电量情况 按照100%-30%-30%-10%以及低于10% 分别对应绿色常亮 红色常亮和红色闪烁这三种情况 可以直观的对剩余电量的情况进行掌握 那在灯体侧面 这次同样采用了辅典样式的RN3000标识 同时在车灯侧面也有几道横条用于装饰 在尾部 这次RN3000配备了Type-C直冲的功能 充电接口通过一个胶塞来进行保护 那由于本次RN3000的供电方式 为内置两节不可更换的R1700电池 总容量直接达到了1万毫安时 那这么大的容量 如果只是用来给车灯供电 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呢 于是RN3000这次也配备了C口的放电功能 这时候只需要一根C口的数据线 就可以使RN3000为其他设备进行供电了 官方标称的最高输出功率为18瓦 那在我们自己的测试环线下 最高跑到了15瓦 同时支持一个12伏的PD档位 在应急情况下 甚至可以为一些轻薄本进行充电 这一点非常好 那由于整体的容量达到了1万毫安 所以充电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 不过由于本次也支持了最高18瓦的快充 我们实际测试 由红灯闪烁到完全充满 用时大概在2小时55分钟左右 如果不考虑后期的降速捐扭的话 实际上2个小时就已经可以 把除充电线开始使用了 那当然 由于本次RN3000的最高亮度为3600明 极其暴利 而且采用了双灯珠大面积集成室透镜 以及1万毫安时大电池的设计 所以说它整体的重量和大小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车灯 肯定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和一般的RN710手电相比 长度相对来说更短一些 但由于类置了两颗并排的RN710电池 所以两侧的宽度会更大 那在除光部分 这次RN3000采用了双灯珠组合透镜的除光系统 光色上其实是非常正的 那虽然在低档位有一丢丢的偏绿 但是在第三第四档位完全就是冷白的光色 在这颗集成室透镜的上部有一个隔山区域 用来散射向上发散的远光 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晃眼的程度 也间接增加了夜间骑行的安全性 那么左右两颗采用了复合式的TIR透镜 同时中心做了珠面处理 可以有效将中部的这部分光利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两个透镜看起来十分相似 但仍然是有着不同的光学设计 它其中左侧为远光设计 右侧为泛光 虽说透镜的光学设计非常优秀 使得它们并不单单的只是单纯的远光或者泛光 但这两侧的侧重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在日常使用中全开的情况下 通过它们两个搭配 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铺路效果 那同时如果有特殊的需求 或者只是单纯的节省电量的话 也可以只开启其中一侧 通过双机整的方式进行切换 这次麦吉旋在灯体的两侧以及下部 都为这颗透镜设计了露出的部分 这样来在侧面的提示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操作部分 首先车灯是通过长按的方式来进行打开和关闭的 长按开启RN3000 在双灯珠模式下 单机分别在375、750、1500和3000流明之间进行切换 那在单灯珠的情况下 单机分别在150、375、750和1500流明之间进行切换 双机可以进入此次的闪烁提示档位 那它作为一个特殊档位也有着4档可调亮度 分别是375、750、1500和3000流明 在RN3000的下部 除了上部的防塘标以外 中部就是一个大大的标准加密接口了 那这个接口的锁定相对来说会非常简单 按下后90度旋转即可完成锁定 那取下也是同理 但是麦吉旋他们家通用的这个底座 相对于接口来说 初次安装就会显得更麻烦一点 当你通过下部推入锁定之后 是100%需要用包装类附带的这个六角扳手 来对底座进行固定的 不过这个其实也仅仅只是安装的时候 需要这个六角扳手 相信大部分朋友底座安装好之后 就一般不会再去管它了 所以其实也还好 而且由于RN3000本身的体积和重量 都相对比较大 所以把底座锁紧才是最重要的 那通过这个扳手来固定 相对来说会比手拧更加牢固一点 在实际使用方面 RN3000的铺路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透镜很有效的将中心光斑 一直延伸到了车灯的下部 这样可以对道路上的障碍物 有着更好的观察能力 同时在不谎言的情况下 也具备了一定的远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降档方面 在26摄氏度无峰室内静态测试条件下 开启3600极量档后 并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常规灯具那样抖降 而是有一个缓慢的降档过程 那在20分钟左右降到了1100流明 并保持此亮度 直至一小时的降档测试结束 那1100流明我个人觉得在大部分使用场景下也是完全够用的 所以说大体积虽然带来了一些缺点 但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保持亮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不过相对比较高的保持亮度也带来了比较高的温度 我们实际测试下来灯头的最高温度在60度左右 灯体也50多度 不过就我们测试的这么多灯具来看 相对于传统的手电厂商 一般来说车灯厂商会把车灯的余值调得更高 以匹配有大量有效风冷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温度肯定是没有这么高的 而且RN3000也采用了一体式的铝合金结构 这在有风冷的情况下散热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RN3000就是一头性能猛兽 它有着同级别车灯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亮度 也有着1万毫安时的大容量 但如果你选择它就需要接受它的重量和体积 当然如果您对性能有这么高的要求 我觉得RN3000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如果不是 或许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产品或者系列 例如他们家的RN系列 牛民数第一点的产品 或者是DA系列 我个人觉得都非常不错 如果本期节目对立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关注流民实验室 带您看更多照明工具内容 守国光明何去黑暗 我们下期再见